那接着继续带你来看到的是 华联县政府委托慈激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办理的光复亲子馆 今年2月开工之后马上就在10月20号举行开幕典礼 徐政卫表示不仅营造属于孩子快乐童年的游戏空间 更落实幼儿资源照顾 华联县政府委托慈激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办理的光复亲子馆 今年2月开工之后马上就在10月20号举行开幕典礼 不仅营造属于孩子快乐儿童的游戏空间 更落实幼儿资源照顾 我们的慈激大学努力还有我们堂堂的合作 然后再过来就有很多家长很多老师 要配合小朋友在亲子馆来游戏也好 来参观也好互动也好 这才发挥它的应有的功能 慈激大学儿家系接受花莲县政府委托办理的第二间亲子馆 就在花莲的中区光复乡 而在光复乡有14个村落 光复亲子馆落成之后 将会持续将资源持续带入社区 也将提供市邻 市信 整合性的家庭服务 和跨专业的合作 那而且呢 我觉得啊 光复地区的社府团体也是非常的棒 我们在这里一两年的时间非常的受大家的照顾 然后我们希望啊 以后我们跟这当地的社府团体啊 还有学校可以有机会来更更进一步的合作 花莲县长徐正蔚非常重视儿少家庭的权益 亲子馆有助于提供育儿家庭社区化资源 让家庭照顾者方便使用 目前花莲县有花莲市回南亲子馆 吉安 新城 凤林 玉礼 丰冰 光复等7个亲子馆 花莲县政府希望共同与家长陪伴孩子成长 成为家长们的重要支持 记者高双双光复乡采访报道 记者高双双光复乡采访报道